这个牙齿掉光是以前我们老子中非常贫困的时候 就让他通通掉光 后来靠这个牙齦吃饭 这是不得已的 我对这个疫情的走势到今天 又一起而且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如果我是陈时中指挥官 我昨天会公开向全国人民宣布 说我们从万华引起的这一波小型的流行 为期两个月 到昨天做一个美丽的结案 以后当然会有一些小型的反弹这些 但根据我们过去上半场的经验 加以匡列 加以疫调 然后锻炼隔离 我觉得我们可以控制 所以到了昨天为止 这个每天二十几个三十以下 这个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因为你比如说以华盛顿州来讲 华盛顿州是我们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一 它现在每天有几个五百个 所以它的五百个等于我们的一千五百个 但是你看昨天 现场我们转播的棒球比赛 全场集满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戴口罩 但是他们都会说人家有疫苗 中疫苗的人差不多六成 那我请问大家 中了六成的疫苗 为什么每天还有五百个确实力 所以疫苗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疫苗市场没有打 所以你不是那么美好 那么完美 不是疫苗 我们没有疫苗也可以过好日子 所以我像昨天 今天这个每天二十几个案子 我认为这个可以回到 我们这一波万华事变 之前的好日子 那很多心理上的 有人觉得说不清零不行 那清零与否 主持人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分成两派 有一派叫纯情派 就非看到清零 他没送了 那我是属于庸俗派 我不需要清零 因为你清零是自己找麻烦 这个影响到 这个两派影响到你的心理建设 你影响到你每天生活 是不是舒坦 你的脑筋里头每天睡觉 是不是放心 你出门是不是要戴那个眼罩 那坐飞机去关岛打疫苗 是不是穿整套的防护装 这个是两种人 我们台湾现在有两种人 但是那些非常害怕的人 我不怪他们 就是诚实中你教他们的 所以我才讲 昨天我如果是诚实中的话 我会讲得非常的明确 请大家放心 那有事 我指挥官来负责 不是应该这样吗 不见得是诚实中教他们 人就是有不同的人 有的人就是要清纯 有的人就无所谓 对不对 这个世俗化一点 现在六都的市长 都不敢参听小解锋 微解锋 你就晓得 这不是有些人比较怕 现在是这些怕的人 足够在数量上 带动他们的地方首长 这是不得了的 这个事情是因为 陈时中不敢做决定 对 如果陈时中就做了决定 餐厅就微解锋 梅花座 什么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开了 县市长也不敢反对 我告诉你 你反对看看 那些赞成人就会骂你了 只是因为你现在中央 叫地方做决定 那地方怎么做决定 地方他们不敢负这个责吗 你偷看我的脸书 我昨天就这样讲 我是陈时中 陈时中你讲得很明确 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但是你是 你就讲的那些那么暧昧的 我前天在节目 这样讲 你偷看我节目 那个不过 日本无所谓的 英雄所见略同 陈秀希讲 他说打了一剂疫苗 戴口罩 就跟打两剂疫苗一样 所以问题是 你将来还是要给戴口罩 问题在这边 国外是打了两剂疫苗 他就不戴口罩了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